好 各位同學在剛剛前面幾個影片裡面 我們剛剛講過所謂的體感 光影 還有透視的畫法 這些比較偏向於稍稍專業一點點的 專業的畫法器 各位同學要多練習 好 當然會畫圖之後呢 你懂得怎麼樣勾熱 怎麼樣畫出雛形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用別的工具 來給它上點色彩 那上點色彩的材料 除了一般一開始 我們要用著牽制筆去勾熱我們的邊框 我們的線架勾之外呢 我們就要開始用所謂的可以上色的材料 例如說色籤筆 你們比較可以買得到的 例如說文具店 美術社比較可以買得到的 色籤筆啦 或者是彩色筆啦 像這樣子的簡單的工具買得到的 OK 那如果你們想要挑戰一些比較專業性的 例如說像我們產品設計領域 比較常用的這個工業用的麥克筆 這個麥克筆它是酒精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臭臭的味道 那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麥克筆會用的話 它是可以幫助你的圖變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非常的讓人家看得懂 因為它顏色都非常的多元 所以除了色籤筆 麥克筆 彩色筆之外 我相信各位同學你們也可以用你們比較適合你們自己的美材 去幫助你們的創意來上點色彩 所以不一定是色籤筆麥克筆 好 那當然是我們這裡面會講一下麥克筆的比較專業式的用法 怎麼樣畫 我覺得這邊比較難一點 同學們可以看一下影片 一般市面上在美術社買得到的這個兩頭式的麥克筆 它跟一般的彩色筆不一樣的是它有分一邊是硬的頭 一邊是軟的筆頭 那硬的筆頭跟軟的筆頭 同學不要認為說這是要幹嘛 為什麼那麼搞剛要用兩個頭 其實它這樣設計是有它的用意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最左半部的麥克筆筆觸的示範 先看一下那個軟頭的示範方式 這邊對於學生而言 一般來說學生比較喜歡用軟頭去畫 因為軟頭它的不會那麼硬 所以它輕輕輕描在這裡畫過去就有一個線條出現 當你不要壓那麼重的時候 輕輕壓一下它的線條比較細 那你稍微一點點放一點力量進去的話 它會開始有點粗度 好 那你開始用筆側用筆幅去畫 用力壓去畫就會比較粗 那在這個階段我就會比較希望說畫粗的部分 同學們就可以試著去考慮是否會用硬頭的部分去畫 硬頭部分去畫就不需要考慮所謂的筆觸的問題 它的筆你只要例如說硬頭部分 你用筆尖的筆角的地方去輕畫 一樣可以畫出線條 用筆側的部分去畫 也可以畫出稍微粗一點點的線條 那你用整個面積最大的那個面去畫 它就會畫出一個比較粗的線條 原理跟軟頭其實是一樣 只是軟頭需要一點點力道上的控制 比較可以去隨心所欲的去透過你的力道去控制 可是硬頭的部分可能需要一個角度的問題 這個角度可能需要同學再去花一點時間去運用練習 所以這個部分麥克筆的操作說明 希望同學如果有你用錢多的話去買 因為這一支好像不是很便宜 有一支也是要有一點點價格 那同學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美術社 文具店應該買不到 去比較專業的美術社去買 他們一定有買這個所謂的工業用的酒精的麥克筆 好麥克筆加完了 線架構加完了 圖權觀念有大概跟各位同學介紹 這些專業知識同學都吸收之後呢 我們用這樣的專業知識 我們就可以畫出一個比較讓人家看得懂的一個實體 例如說我現在要示範一支吹風機 那這吹風機的架構的時候 我還是一開始一樣 我也是會用簡單的線架構 先去勾勒出我整個整體的整個造型 一開始很不清楚沒有關係 在這個階段筆觸就放輕一點 輕輕去畫 畫出你看得懂的一個架構框線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再慢慢的去把你一樣的形 你去把它再把它勾勒更清楚一點 勾勒更清楚一點之後 太好了 大致上的雛形藍圖出現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加一些細節 例如說有電線 或者是握把處的那個防滑的那個位置 還有按鍵 那個都可以慢慢的把它勾勒出來 還有那個吹風機的那個頭 那個部分的體感部分 你可以慢慢把它勾勒清楚 勾勒清楚之後呢 恭喜各位同學 你才不會畫完了 畫完之後 你就可以用麥克筆大概簡單上色 記住麥克筆上色技巧就一個 只要是有光照到的地方 你就留白就好 我只能講這樣子 因為真的在專業的畫法上 我們用講的很難讓各位同學理解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觀念介紹 讓你們知道說 怎麼樣去營造出一個圓柱的感覺 只要圓柱 然後剛才有介紹光 像我這一支吹風機的光 是從右邊打下來的嘛 所以右上角的部分比較亮 所以那邊你就留白就好了 不用想那麼多就留白 這樣子你就會慢慢的多練習幾次 多練習幾次 這些東西就會把它吸收進去 你就很清楚知道說 要怎麼樣去畫出一個有體感的一個造型 線條架構清楚 體感觀念清楚 顏色就是有光照的地方留白即可 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架構圖 然後我們來賣 responsible 谢谢观看